看一下4級分、5級分、6級分作文的主旨的差異是什麼 你的選擇就是所謂的主旨掌握 就是到底哪一個是重要的點 那這個部分老師會教各位 4級分、5級分跟6級分的一個主旨的差別 那在這之前老師想要讓各位4級 我們先來把剛剛我們得到的一個點做一個展開 各位稍微看一下 首先剛剛我們問的問題包含一下這些 那大家一邊看一邊就是去思考 你覺得高分的主旨關鍵是什麼 第一個 坐一定能夠得嗎?對不對? 這邊含坐跟得的關聯性 多坐坐的例子有什麼?螞蟻跟蜜蜂 再來 多坐卻少得的例子有沒有呢? 你看在談坐跟得的一個等價問題對不對? 多坐卻少得 有啊 養小孩 那養寵物 如果你沒有養過小孩的話呢 同學你養寵物也是 就是你有時候對牠很好 牠可能會咬你一口 那接下來呢 多坐卻沒有得的 好 其實很多嘛對不對? 大家應該都經歷過 好 你真心為朋友誤出 可是 最後牠卻沒有給你同等的回憶 好 那我們讀過的故事有什麼呢? 想跨不追日 飛而撲火 欣慰填海 其實都是 好 那坐多少才能夠得呢? 好 那少坐卻能夠多得 好 中樂透 對不對? 其實很多嘛 不錯卻可以多得的 好 有很多對不對? 集成家產 對不對? 好 那所以這邊就開始要問的是 坐跟得之間的一個 等價問題喔 對不對? 好 要怎麼衡量呢? 好 是不是能夠衡量 那能不能等價呢? 因為呢老師要帶大家 稍微來看一下 四級分、五級分、六級分 作文的主旨的差異是什麼 好 那如果不能得呢 我們為什麼要做 好 再來呢 什麼樣才叫做有價值的得 好 快樂算不算呢? 好 成就感算不算呢? 好 榮譽感算不算呢? 安全感算不算呢? 好 那主旨呢 你覺得哪一個是主旨呢? 各位 那麼往下看喔 下面呢 有四個主旨 好 大家來猜猜看 六級分的主旨是哪一個 好 給大家一點時間 稍微看一下 你覺得六級分的主旨是哪一個喔 OK 那我們來稍微來看一下 A選項叫做多做多得 好 B選項 好 多做才能多得 好 但我發現差在哪裡 中間有一個才可以喔 好 C選項 它比較重視它的因果關係囉 而且它有做一個限定喔 有沒有發現 所以A跟B其實是不一樣的喔 好 那C選項 想多得必須要多做 喔 它比B選項多了什麼東西 行動建議 更主觀囉 對不對 好 那豬選項是什麼各位 豬選項呢 好就談 為什麼要做 好 什麼叫做有價值的得 好 哪一種得才有價值 跟我們 平常是 我們做事情的時候 是什麼推我們而做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高分作文是哪一個喔 好 往下看 好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高分的主值長這樣 好 請各位看一下 好 四級分 五級分跟六級分的一個主值的差異 好 那給大家一點時間看 好 那待會老師呢 仔細跟你講解差在哪裡 好 各位看一下四級分的作文 好 多做才能多得 所以我們要多做 墨跡價 多付出 好 各位 有沒有覺得四級分呢 其實是一個四平八文的分數 什麼意思呢 好 它就完全的 去重複這個題目而已 這個就是四級分的作文 好 那如果你的文筆還不錯 好 遇到就是 人比較好的 批改老師呢 他可能還會 多幫你加一級 給你五 好 國度作文改得比較鬆一些些 好 所以其實上五的機會 還蠻大的 好 那五級分呢 各位看一下五級分 好 待會跟你講五級分跟四級分的一個 具體差異是什麼 好 各位看一下五級分喔 你也可以想一下 在老師講之前 好 五級分呢 雖然 好 多做不一定要多得 喔 有發現嗎 他開始在質疑題目囉 好 多做真的可以多得嗎 各位 有沒有看到 他開始做題目的質疑 好 接下來 可是 好像不多做 雖然多做不可以多得 不一定可以多得啦 但是你不多做 就很難多得 喔 是不是又反過來 用不同的邏輯 好 在 對 支持題目 好 所以呢 他告訴你說 雖然多做不能多得 但要多 不多做是絕對不可以多得的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不努力絕對不會成功 他的意思是這樣 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多付出 多做 多努力 一樣 最後有做了一個行動建議 四級分跟五級分 基本上他在主旨上面都是支持 支持 支持題目的 或者講的更白話一點 叫做重複題目 好 可是喔 五級分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差在哪裡 五級分跟四級分的一個主旨的 最巨大的落差就是 他有 比較複雜的辯證 好 尤其是在最前面這裡 各位看一下這邊 好 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比較複雜的辯證 好 雖然多做不一定可以多得 但不多做就很難多得 才最後轉折制 他告訴你 所以還是多做吧 好 看這個就是一個五級分 跟四級分的一個差異 差在哪 各位 差在 思辨性 那是太直接 或者是說他太頻繃直序的 去重複組織 重複題目 好 那五級分跟四級分 基本上都比較像是一個 題目的重複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很好 對 如話說是那個雖然 沒錯 重點是那個雖然 跟那個但是 的那種轉折感 所以老師跟他講 你主旨如果想要高分呢 好 當然喔 就是用一些轉折句呢 好 是一些關鍵 好 那六級分來囉 我們來具體看一下 各位覺得六級分跟五級分差在哪 我們繼續 我們來看喔 多做 不必然能夠多得 對不對 哇 看起來跟五級分的開頭有一點像囉 是不是也在質疑題目 對不對 他在質疑題目喔 好 那他說與其 好 問多做能不能多得 其實實際上 那個做跟得中間好像不太能夠 是一個必然的因果 那多跟少又很難衡量 那做跟得又很難等價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的話 如果我們把那個整個可能性關掉 就是 好啦我們先預設一開始的做都不能夠得 那幹嘛做 好 所以真正的核心問題來囉 就是我們到底為什麼做 那什麼叫做有價值的得 所以他就問出了一個更深入的一個題目的意 做 我們到底為什麼做做的動機 還有什麼叫做有價值的得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好 六級分的作文的主指的是什麼 好 基本上是一個做跟得的這個題目的一個深入的一個 詮釋 好